在高雄,由一間主打奢華體驗的韓日料理吃到飽 可以一次吃到燒烤還有火鍋 甚至有多大20種肉類以及豐富自助吧可以享用 最後還可以舒服地來一杯1664 你各位啊 你看我 你 不會想來吃嗎? 大家好 我起豆豆 我們現在來到高雄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後的這家餐廳是 韓巴韓日燒肉波霧 欸你各位啊 我們從北吃到中部韓式料理吃到飽 我們對於韓式料理的印象就是 既便宜又大碗對不對 可是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今天吃一餐起碼要六七百塊 你有吃過這個價位韓式料理吃到飽嗎? 那等一下我們進去體驗看看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もし其他地方 給你吃禁止 我們現在進去體驗看 我們買了這個價錢 我們買了什麼這個是 是誰 也會不會有關市場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後你鍋いたa 針 rarely 只有韓式牛肉鍋 韓式牛肉鍋嗎? 它是牛牛牛鍋 可以的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慣ITY 我剛剛看了一下這邊的環境 我們從開門之前到走進來之後 我都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一家韓式料理 它可以把裝潢弄到這麼好的魚花啊 而且我們今天中午用餐費用只要600多塊錢而已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拿點東西回來吃吧 我們已經把你給它們買了 我們就在家裡了 這是一個小的餐廳 它就在家裡有很多的餐廳 我們還有一個小的餐廳 我們要來吃東西 我們要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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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式腌豬肉 醬腌雞腿排 堅果牛五花 韩式腌牛肉 西班牙獸女豬 杏公豬五花 杏公後切豬 杏公薄切梅花豬 酸辣豬梅花 後切板劍牛 美國牛 冰桃鴨 松阪豬 雪花牛 澳洲碗劍 嫩尖里肌肉 哼哼哼哼 要請給我啤酒這各兩杯 謝謝 OK啦各位 我們已經拿完第一回合食材回來了 我是覺得說以我們今天六百多塊水準 他提供了這十幾種的肉 還有現場的熟食 好像真的蠻不錯的 不過我們開動吧 那我們來喝喝看韩式牛肉鍋 那我們來喝喝看韩式牛肉鍋 哇 哇 欸你跟我講 他這個湯頭喝起來有一種 淡淡的甜味 我很喜歡他這種甜耶 那我們今天第一回合就拿炸蝦 是因為他們標榜是他們自己做的 哦 感覺他這個炸蝦應該是放太久了 所以吃起來少了一股我們會有的感動 那我們剛剛烤牛肉 我們加上他桌上附的玫瑰圓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剛剛吃的應該是澳洲牛啦 所以吃起來就是會讓你比較沒有那種過癮的感覺 嗯 我們剛剛吃的應該是澳洲牛啦 所以吃起來就是會讓你比較沒有那種過癮的感覺 他這吃起來就讓我們會比較有感受到肉味的香味 嗯 那這時候我們用這杯美好金黃色進個位啦 我們今天為了這杯金黃色 我們特地把我們車子放在住宿的地方 然後坐Uber過來啦 拜拜啦 哇 哇 哇 那我們被吃在五花牛之前啦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剛拿的特調沾醬 буду拿的 равствуйте 付給我們 他們來吃吃看後切牛 我覺得這個牛肉吃起來比剛剛的肉片來說 有口感許多 我們趁這個時候來吃一下火鍋 我敢跟各位說這家韓式料理吃到飽 它是我吃過火鍋是湯頭最好一間店的 還有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豬肉松阪豬 我覺得這雙板豬吃起來怎麼落實好像有一點乾脆乾脆的感覺 還要放進去 我怕是燃焦 我怕是燃焦 就好了 你好 我怕是燃焦 是燃焦 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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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今天現場也有鴨肉片啦 只不過它的鴨肉片因為是蟲煮的 所以我們一夾起來它就直接碎掉了 它就是我們很常見的鴨肉片了 我們繼續吃剛剛拿的熟食料理啦 我覺得椒麻雞的雞腿肉質軟嫩的 而且味道也是我喜歡的椒麻味 還不錯耶 韓式炸雞 還有我是覺得說它今天的肉片啊 它有分這種薄肉片 還有厚切肉片啦 只不過如果它的肉圓都同一個的話 我覺得你就直接吃薄肉片 也許會烤比較快啦 只不過那個牛肉的話 真的要厚肉片才會比較好吃啊 我們這種韓式炸醬配起來看看呢 我們這種韓式炸醬配起來看看呢 要看喔 那這個豬肉片它們有做過泰式風味調味啦 我覺得它這個調味跟我們台灣可以買得到的泰式調味醬 一罐差不多180的那個味道幾乎一模一樣耶 這樣一罐差不多180的那個味道幾乎一模一樣耶 一罐差不多180的那個味道幾乎一模一樣耶 幾乎一模一樣耶 不過我們烤到現在啊 我是覺得說它今天它的火力是非常足夠的 因為我們平常要烤很久的那種厚肉片啦 它這邊也一下就熟了 真的是可圈可點的地方 我是覺得說它連這種普通的豬肉片的口感 都比剛剛雙板豬好太多了 好棒啊 我們拿肉片去夾我們剛剛弄的特製干醬 我們拿肉片去夾這個我們剛剛弄的特製干醬 欸這樣很棒耶 厚切梅花豬 我觉得说它今天这杯梅花猪本来就很有口感 尤其我拿到这个后切 它口感是加倍又加倍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吃吃看后切梅花猪 你看我跟你讲 它这个口感真的就比刚刚的梅花猪好太多了 还有这个是有调味过牛肉 我觉得说它今天这家店的调味 它应该是有符合说当地的饮食习惯 吃起来就是微甜微甜的 我还蛮喜欢的 来吧 我觉得说今天的料理方式 相对我们料理油腻的肉片的时候 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那我们先等这个鸡腿排好的过程中 我们再去拿第二回合食材 回来料理吧 好 来啦 来啦 这就是什么 然后吃� işte makers 骔一下 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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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了 真的真的謝謝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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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做冠军 OK啦各位 那我們第二回合 就拿了我剛剛覺得還不錯吃的肉 還有說我們剛剛沒有拿到的和牛啦 至於旁邊的火鍋我覺得 我們全部拿來煮我們剛剛拿的海鮮吧 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有拿的澳洲和牛 我覺得它的口感可想而知 只不過我還蠻期待的是這個 你看到它的這個紋路 你不會覺得很像很肥的感覺嗎 讓我們來吃一下我們剛剛拿的酸菜魚 那種重口味最適合配酒師了 好香喔 喔 滿了 喔 好香喔 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喜欢吃牛肉的话 你来这边光是一直吃 但是他这个牛排就非常的够了 那我们就用这杯1664进你们了 那我们这个澳洲和牛 我们将要考到半生半死了 希望吃起来会好一点呢 这种澳洲和牛真的就是澳洲和牛 它只是名字比较好听而已 还有刚刚纹路十分美丽的牛肉 这个好吃耶 我是觉得这个牛肉表现 它碾压今天所有肉片的表现 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吃个二十盘三十盘 绝对没问题啊 来吧 鸡腿排 我觉得他们今天的鸡腿排肉质都非常的软嫩耶 而且它这个腌鸡腿的味道十分的入味 我还蛮喜欢的 那我们就用这个 海泥羹敬各位啦 今天这样呢 然后又很好吃啦 避风糖炒蟹 我是觉得说他今天使用的沙蟹干干瘦瘦的不要紧 可是他缺少那种避风糖炒蟹的味道 可是他缺少那种避风糖炒蟹的味道 會給我們的大油炸過的感覺 還有說它的炒過的味道 我覺得整體還蠻可惜的 蘿蔔肉 各位啊 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到炒蘿蔔 它竟然吃起來是會甜的耶 去吃吧 來吧 在吃吧 來吧 來吧 算说这个百家吃起来的感觉就是 中规中矩的火锅百家 只不过它起码肉质吃起来是Q弹的 我觉得这样就OK了 三点谢 我是觉得说它今天这个三点谢的品质 跟我们之前在板桥吃到极肉表现 非常非常的相似 吃起来它的肉质有一种烂鱼的感觉 不过OK啦 来吧 奇鱼片 鱿鱼 来 刷搜 小卷的头 好 OK啦 各位 那么这回合拿蛋糕 冰淇淋 还有好喝的1664啦 千层蛋糕 它这蛋糕吃起来像极的煎蛋皮 它的蛋皮与这个鲜奶味道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棒耶 大甲玉蛋糕 那我来配一下这个1664啦 冰淇淋 OK啦 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甜点了 等一下我们去结葬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 OK啦 各位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晚下他的民宿了啦 还有这间就是上次我们去屏隆吃尾巴之后来住宿的地方 只不过今天我们住的这间比较小 而且也没有高雄的街景可以看 不过我是觉得 没关系啦 毕竟住的舒服 比较重要啦 好不好 那我们来说说 我们今天吃 韩巴 日韩 烧烤 火锅的想法吧 我们今天用餐费用韩服务费是 646元 说真的 我还是第一次吃韩式料理吃到饱 可以吃到600多块钱 而且也说他现场也有提供 11664白啤酒 我们今天这样子前后喝了总共10杯 喝到说真的我们今天吃完饭 就直接回来躺平了 甚至我们睡醒后先去楼下吃个拉面 结结酒才回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想法 可是你今天看到我们这样子吃吃喝喝的感觉 应该很OK了吧 虽然说今天他的肉品的品质 可能有部分的品项 我们没有那么的喜欢 甚至说他现场的熟食 或是海鲜的部分 可能又有地方需要加强一下 但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部分 也许就是有人喜欢吃 比较有嚼劲的肉 比较干瘦的肉 对吧 还有今天这家店 我觉得他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就是他们现场服务人员给你的感受 还有他酒水跟甜点的部分 那些火力也是给予非常的充足 甚至连火锅汤头 我还蛮喜欢的 如果未来我还要吃韩式料理吃到饱的话 我觉得 还是可以再回来吃吃看的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啊 还有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 或是有人会说超级感谢的功能 支持我们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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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